我呸 我为什么要去迁就那些 与我无关聪明的人类 只要能让白狐再次诞生 莫要说人类的生灵 就连你的命 我也不会放过 你 看来没可能和你说道理了 别怪我 不客气 就是你们这种最为事 才害的一族没落 我不会再受你们操控 那个破洞好碍眼 怎么被捕 湿湿的 你醒来了 哇 这样游地往上看 你真的很大一只呢 何哥哥要被吃掉了 不要啊 小梅不要怕 何哥哥不会被吃掉的 你放心 我不会吃掉他的 刚才还是和他闹着玩 可是 可是 我就是刚才的龙 名为青龟 龙龙不见了 吓 吓到你 对不起 你就不要哭了 你怎么变成了人的 快变一次给我看 这 小梅 不可以为难 神龙大人哦 你有事才过来找我吧 对呀 大家都在等着 午饭煮好了 快来吃 神龙大人 不要这样叫我 换我青龟便可 那 青龟 不介意的话 你也来一起吃吧 我差点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何氏 是这个城的灵主 魏将军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收债的 收债 我记得我们之前谈好 是一年春天才要缴款 你是瞎了吗 这里写着 要在今天内缴款 什么 我签约当时 根本没有这套文字 就知道你们这些穷包子会赖着 幸好我早有准备 没钱 那么就用人来还吧 哎呀 这小玩儿挺可爱呢 带他回去 住手 你不可以这样对待 真是丑得不堪入鲁 还不差点反胃 你 你是什么东西 我不是东西 我要把你弄成死物 一如反掌 大军很快就会来攻陷你们 你 你等着收尸吧 这下该怎么办 就算送上我这条命 根本帮不了什么 原来你也知道 都是我的错 明知道那将军 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已经夺加防范 还是重劲 以我们的兵力 根本不足以对付 还是叫大家逃比较好 但道迷 我来帮你吧 哎 真的吗 不过 有个条件 只要能救到大家 你要我铁鞋底 穿你胯下也没问题 我才没有这种恶心的癖好 那你想我做什么 我叫你的鞋子 原来是你舔我鞋底吗 才不是 我要把你鞋上碍眼的破洞缝起来 魏将军 前天实在失礼了 我已经把那个偷袭你的怪物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只是被一只超大的蚊子咬了一口 我先涂鲜药油 为什么忽然撞我胸口 很痛哎 我才不是什么怪物 我是文龙一族的清规 那不过是痊愈之话 你就不必太在意 哦 这机会进去 你一个人躲在角落 吱吱咕咕在怎么了 你要是没诚意道歉 就快滚吧 是这样的 关于还债方面 我想用这个来抵债 不过是块烂玉 哎呀 你实在有所不知 这避玉能呼风唤雨 你看 据闻你们国家领主将快生辰 而他似喜欢这种奇珍异宝呢 不过你要是不愿意也不要紧 昨天李将军来找我 这 领主大人 臣之大人寿臣将至 特地派人四处网络征品 找到这块能呼风唤雨的淋浴 哦 当真 快展示给我看看 是是 怎么可能的 明明刚才进来时仍见笑 因为那是我做出来的假货 饶命啊 既然解决了那魂杖将军 那我也是时候离去了 那些家伙 难道是在为我祈福吗 你没事 实在太好了 对付那种人 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怎可能有事 你不要这么笨被人骗了 下次没那么幸运 哎呀 为什么 难道你又离开吗 这些家伙又摆出这边了 我怎么可能走得到啊 反正都没有宣皇的线索 就一边看顾着他们 一边继续抄换 看你这窝荡的模样 怕又会被某个噩巴所欺负 我暂且留到你们收成之后吧 太好了 喂喂喂 快停下来 要跌 要跌倒 哇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